有的人有幸福的婚姻,有的人却潦草地度过了一生,到头来还抱怨婚姻是爱情的坟墓,其实你老公对你好不好,在婚前就能看到。 下面是我的一个朋友说的故事,分享给大家。 题目就叫守住婚姻的底线吧。 我有个朋友在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,不过前几天发生了一件让人恶然的事情,原因是一对男女来登记结婚,结果女方开玩笑说要考虑一下。 身边的男人顿时恼羞从怒,挥起拳头就往女人方身上砸去,女人毫无招架之力,一拳一拳全部砸到她的头上,被打得亮亮腔腔的女人直接被男人推倒在地继续打。 就连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无法阻止这个发了狂的男人,只因为一句玩笑话,就被男人在公共场合狂呜一顿,幸亏没领证,趁这个机会认清她的真面目,及早抽身也不算太亏。 最让人意外的是,上午两个人还在民政局大闹一场,下午就开开心心来领证了,还带着老妈和弟弟一起过来,看上去竟然是结大欢喜的样子。 他们还解释说,上午就是要考虑一下,现在觉得没问题了,所以就来领证了。 看到这儿,我只想说,姑娘,你可长点心吧,一个在婚前就不分青红皂白,对你大打出手的男人,婚后的日子你难道想象不到吗? 一个仗着自己生理优势,连女人都打的男人,能是什么好东西? 明知是一个火坑还往里跳,你是不是傻? 嫁给这样的男人,有非常大的隐患。 可是很多姑娘就是这样,在恋爱的时候,会毫无原则地包容对方的一切。 自以为这是爱对方的一种表现,可她却忘了,越是这样,越让对方觉得你没有底线。 于是,她会一次次地去试探你,直到最后你忍无可忍,但伤害已经造成了,这其实不是在爱对方,而是纵容,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。 不妨在一开始,就其次鲜明地亮出自己的底线,看一个人好不好,不能看他好的时候对你有多好,而是要看他坏的时候对你有多坏。 而这个坏的程度就是底线,你应该让你自己知道,自己不能接受有暴力倾向的男人,如果有一次立马分手,绝不拖他,也不能接受出轨的男人,一旦发现,果断离开。 这样,对方知道你的底线,在经营这段感情的时候,也会注意不让自己跨越雷区,因为他知道,一旦他这样做了,代价是他不能承受的。 底线之内,我会容忍你做的一切,底线之外,不好意思,请鬼出我的世界。